买车时,刹车应该怎么选呢? 盘刹和古刹到底谁更安全呢? 今天我们一个视频讲清楚盘刹和古刹的原理和区别 感谢老板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讲 盘刹也就是盘式刹车 它是由刹车盘,刹车卡钳,刹车片,刹车分泵组成 刹车盘固定在车轮上 刹车卡钳被固定在底盘悬挂上 刹车卡钳的内侧又被固定了刹车片 驾驶员踩刹车踏板时 液压有挤压刹车分泵里面的活塞 活塞又挤压刹车卡钳,让刹车卡钳向内加紧 内侧的刹车片摩擦刹车盘产生阻尼 让汽车减速和停车 踩刹车踏板的力越大,刹车卡钳加得越紧 刹车的力度也就越大 踩刹车踏板的力度越小,刹车的力度也就越小 所以它的刹车力度是呈线性可控的 而且它完全暴露在空气中 刹车时,刹车片跟刹车盘摩擦产生的高温 会在空气中很快释放 所以散热效果非常好 我们再来看看,鼓刹鼓式制动 它由刹车鼓,刹车体组成 同样也有刹车片和刹车分泵 刹车鼓固定在车轮上 刹车体就像一个牛体 外侧固定的是刹车片 刹车体被一个底板固定 底板又固定在底盘悬挂上 刹车时,刹车分泵上活塞就会向两边推 同时也就让刹车体向两边张开 刹车体外侧上的刹车片与刹车骨贴合 摩擦产生阻尼 让汽车停车减速 由于刹车体上的刹车片面积更大 刹车的效果反而比盘刹更好 但只要刹车体与刹车骨贴合 就会产生扭力 让刹车体旋转,越扭越紧 所以刹车的力度也非常暴力不可控 如果用在家用车前轮上 你本想轻轻一脚减速 它能直接让你原地停车 这也是在家用车前轮上 不被使用的原因之一 而且安装刹车体上的底板和刹车骨 是闭合状态 刹车摩擦产生的铁锈 及金属碎屑掉不出去 容易发生故障 散热效果也非常差 如果连续制动刹车 就很容易导致刹车热衰减 导致刹车失灵 这也是不能在家用车前轮使用的原因之一 虽然它的缺点比较多 但它的优点也是无法取代的 那就是刹车效果好 或车载重多 刹车更困难 所以反倒是鼓刹才能满足 为了解决鼓刹散热问题 货车一般都有灵水系统 一边刹车一边给刹车鼓灵水 下一次长坡用一箱水 很多家用车的后轮也会使用鼓刹 鼓刹的成本更低 而且绞刹时 后轮参与的制动力少 后轮一般只用于驻车制动 鼓刹完全能满足 但前提是不能进水 如果进水生锈 它很可能直接焊丝不动 而且因为是相对密封环境 维修起来很麻烦工时费高 对于家用车来讲 车重都不太高 后轮无论是盘砂和鼓刹 都能满足制动力 鼓刹故障多 维修保养费用高 但制动力更好 盘砂成本更高 但故障率少 维护保养费用低 现在你知道 买车时应该怎么选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